好那麼各位都打開這個軟體之後 你要用有幾個方法 把圖片叫進來有幾個方式 一個可以像我們剛剛用這種拖曳的 再來其實它有一個比較特別 是在它的下面這邊齁 在下面這裡 在下面這裡它有一個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叫瀏覽照片有沒有 下面 這個就等於是你的檔案總管 檔案總管你可以直接從下面這邊 變更資料夾 找到你的照片看看是放在哪裡 看是放在哪裡你就去瀏覽一下 去挑你的資料夾放在哪邊就好 比如說我在這邊 我把它先縮小一下這樣比較好看齁 好這裡我是放在這裡 練習圖檔 所以你這樣之後呢 這下面就都是了有沒有 這下面就是都是這些照片 你從下面把它拉上來就可以了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做 那它有一個比較特別是目前應該是 我還沒有看過其他軟體有的就是這個地方 你可以發現我們在這裡 有沒有叫做123 對不對 下面有這個123 這個 平常我們如果覺得說 啊我的照片比較多 這一列不夠了 是不是自己會手動這樣去拉 但是這樣有點怎麼樣 不太經濟 你看這樣 你會這樣去拉動嘛 對不對 可是呢它很好的 2就是2個 3就是3個 哈哈 因為目前其他我沒有看到有軟體做這樣子齁 很好玩啦 也蠻方便的齁 那你就找到一張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這裡有一張可以裁切的 在這裡你就可以這樣丟進來 好所以這個是 在這個軟體面比較特殊的 那我們先看看裁切的部分喔 裁切的部分你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從上面這裡 最簡單的從上面這邊 最簡單的從上面這邊 有一個叫做裁切 有沒有 其實你找任地張都可以啦 OK 在影像有一個叫裁切 好那它有分兩個 一個是叫做指定影像尺寸 還有一個就是指定長寬筆 原則上其實如果說 比如說你就是要拿去沖洗的 請問各位我們現在沖洗都 幾比幾的 4X6是不是3比2的 對不對3比2的嘛 但是請平常各位拍的照片 請問都是幾比幾的呢 管他的 拍得起來就好 哈哈哈哈 其實主要分成兩個 一個就是4比3 傳統就是4比3 然後再來呢 就是16比9 對不對 因為現在有手機的嘛 手機拍下來的就16比 很多是16比9 那 這個呢就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因為你剛剛拿去洗 是洗3比2啊 可是你拍的是4比3 或16比9 所以事實上會不會裁切到一點點 我們可以看一下齁 我們依照長寬筆 你看我把它點一下 我們會進到這邊 我們會進到這邊了 從這裡 從這裡 在這邊齁 你看預設的4比3 我把它變成 4X6的 這一張剛好是4X6的 我把它變成16比9 我把它變成16比9 好了齁 16比9 你也可以自訂啦 這邊 事實上可以自訂齁 16比9 因為一般我們16比9 會比較寬一點點 對不對 好所以事實上 就會像這樣會有裁切到 上下 大部分都是上下切到一點點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假設你要拿去洗的 你就自己先看看 我那個3比2的 4X6的 大概會切到多少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是不是要稍微再移上去 或移下面 避免說旁邊被切掉齁 那真的如果說你一定要 洗出來就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裡有一個很特殊的尺寸喔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一個叫做什麼 4.5X6 這個就是針對數位照片 如果你真的一定要是4比3的 你就用4.5X6 你告訴他你要洗這一種 那可以確保你拿去洗的 完全不會被切到 他照片的費用應該是一樣 但是你買那個相簿的那個 會比較貴一點 因為他比較大張嘛 大張一點點 所以那個會比較貴齁 但是洗照片的部分 應該是沒有差 好這個部分是 跟各位分享一下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去做齁 那OK 那這個是這種方法呢 是針對什麼 就是你要沖洗照片的 那如果你是放在網路上 比如說網站上的 還是你的相簿裡面的 其實多大 那個比例就不是那麼重要 你可以直接用我們 你看這裡有一個 左手邊 有一個選取工具對不對 它裡面有很多種 那我們只要用它的這個 矩形工具就可以了齁 你就在你要的地方 把它拖曳一下 按住拖曳 放開就好了 那萬一有錯 你可以點到旁邊 可以重來齁 這框框外面 如果差一點點 你可以在框框裡面 再移動一下 好了之後 在右上角 這裡有一個叫做裁切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裁切齁 你就按下去 那就會照你指定的這個範圍把它切下 好這是最簡單的 因為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去做重新構圖 找到你覺得比較適合的 或者某些人 因為你現在尺寸都很大 那我就可以 有些人大合照的時候 人頭就比較小 我就把它放大一點 這樣我們新聞就比較好看 OK 這是第一個